全美最大的医疗集团之一 凯撒医疗集团超过7.5万名员工 10月4日开始为期三天的罢工 波吉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州、俄勒冈 弗吉尼亚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影响近1300万民众 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界罢工 为已经持续数月的全美范围内各行业罢工再添一把火 罢工将导致凯撒医疗集团暂停非必要医疗服务 如日常看诊、因放射科医师、药房医师、 艳光师以及其他数百个支持类岗位的员工都加入了罢工队伍 凯撒工会联盟指责该公司通过自然检员来裁员 导致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照顾病人 凯撒集团表示 与工会的谈判3日已经进行整晚 仍在谈判当中 暗示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 目前已将人力重新安排并补充工人 医院和急诊服务将继续运作 美国财政部10月3日指控全球28个实体和个人 涉嫌全球毒品贸易 并对其实施制裁 其中包含中国12家实体和13名个人 剑指非法翻运芬泰尼的中国大型网络 被制裁的对象还包含了加拿大的二家实体和一名个人 他们被禁止使用美国金融系统 美国人也不得与之进行交易 司法部当天公布了对中国公司及其雇员的八项起诉书 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与生产销售芬泰尼 阿片类物质及潜体化学品等 这是继今年6月后第二组起诉行为 美司法部长坚称中国有必要阻止这些药品不受控制的流动 中国外交部对此则表示 美国的芬泰尼危机根源在于美国本身 并明确表示中国对此已提出严正抗议 CDC数据显示从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 美国记录了11万人因过量服用而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于服用芬泰尼所致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10月4日正式启动 为期一年 调查重点是中国近年来出口大幅增长的 全球主要行业电动汽车制造 欧盟表示 在未来9个月欧盟可能会向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反补贴税等临时措施 调查将针对所有向欧盟出口的中国制造商 包括特斯拉、比亚迪、上汽和蔚来等 来自中国的主要品牌 中国商务部同日表示 认为此次调查完全基于假设 缺乏充分证据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此举将严重扰乱全球汽车供应链 对中欧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欧盟的公报反驳了中方关于欧盟缺乏证据的说法 明确表示欧盟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受益于中国政府的补贴 文件指出中国的补贴加坏了中国廉价汽车出口到欧盟地区的速度 欧盟认为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各市场的数量还可能继续大幅增加 据伦敦金融时报周二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出口的汽车近一半进入了欧洲 去年这个数字增加了大约60% 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电池驱动的电动车 印加两国因一名加急西克教人士遭枪杀事件触发的外交战进一步升级 印度政府10月3日要求加拿大10日前从当前的62人外交使团中撤回41名该国驻印度外交官 这一举措旨在让两国外交人员在人数和级别上对等 印方警告 与其不离开印度的加方外交官将被取消外交豁免权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同一天表示 加方不希望争端升级 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 将开展重要的工作 继续与印度保持建设性关系